这个小小的桌面风扇很漂亮 每种不足的是 它必须插电才来工作 这样就很不方便了 我来教大家把它改成移动风扇 移动移动 也就是说在哪里都可以使用 喜欢的话给我点个赞 先找两个1860电池 这种电池很容易找 动力电池包里面 网上购买也可以 找两颗就可以 想要续航长一点 就用四颗 这个根据你的需求 然后在飞机的充电宝上面 找一块这样的充电板 我这一会还到了夜景显示屏 找不到到网上买也可以 几块钱一个 然后再拿一个点焊机 没有点焊机的 用电脑铁焊也可以 我这些什么工具都想买 用电脑铁焊机可能会麻烦一点 然后用裂片 用点焊机 把电池焊接起来 点焊起来 注意啊 正接正 负接负 也就是说这个电池 两个进击连在一起 两个负击连在一起 一定要焊牢 点焊机比电脑铁好用一些 我在这上面乱点一气 我的目标焊稳的就行 然后把焊好的电池 用焊道包裹一下 做好绝缘 大家看 就这个样子 然后把电池 接到充电板上面 正接正负接负不要搞错了 接口位置 放一个热熟管 这个绝缘一定做好 把热熟管 用大火机烤一下 这个板上面有两个输出接口 一按的一个 两按的一个 中间的是充电口 所以我把丰盛的盖板上面 用小型切割机 切三个口子 我切的并不好看 大家如果用电脑铁烫 几个口子更好 再用热熟胶 把这个充电板固定在 这三个口子这个地方 多打点胶 把它粘牢 然后把电池放进去 我前面讲过 根据需要 根据实际情况 这里面还可以 多加两节电池 电池可以用热熟胶固定 不固定也可以 然后盖上盖子 测试一下 风射的电源线 插入电池的输出接口 液晶屏上面显示 电池的容量 以及输出的电压和电流 开机 一二三三档都可以 这样使用起来 是不是很方便 喜欢吗 喜欢就给我点个赞吧